想象有家电 有很大的空间 以及长长的走道和开放式货架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 每个人都可以用定价买东西 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但这个故事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貌哦 要不是因为出现了这个人的话 他的名字叫做法兰克·温菲尔德沃沃斯 是他发明了我们现今所知的 杂货店概念 事实上是因为他的职业生涯早期 面对了许多挫折 后续才生出了这个棒透了的主意的 他从五分钱商店起家 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但一步一步来吧 这位未来的百万富翁 于1852年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小镇上 他的父母有个农场 他和弟弟查尔斯的整个童年 都在那里度过 法兰克每天上学前 都要掀挤牛奶 放学以后还要回去收割马铃薯 这对兄弟闲暇的时候 就会去约瑟夫·波纳帕特的空房子附近玩 他是拿破仑的兄弟 也是西班牙的前国王 在美国住了超过十年 他的旧豪宅就是 法兰克梦想成为帝王的地方 法兰克喜欢玩的另一个游戏是当商人 他喜欢假装跟查尔斯讨价还价 但他可没把所有商人都当成楷模 有一年 这对兄弟存了一点钱 要去帮妈妈买生日礼物 他们口袋里装着五毛钱 去了附近一个叫做水镇的地方 想选个美美的东西 但是当他们进商店去买围巾的时候 就被店员嘲笑 因为他俩只付得出零头 店家跟这俩可爱的小孩说 如果他们明年有本事存够了钱 可以买个像样的礼物再回来 所以他们去隔壁的店买了类似的东西 就在那一天 法兰克告诉他的弟弟 总有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 用五毛钱买到不止一样东西 要可以买超过五样东西 而且不论客人手上有多少钱可以花 店员都会态度有礼 同走无期 他当时怎知 他就是把这个主意变成现实的那个人 因为呢 他这一辈子都是个梦想家 他的老师也是这么觉得的 在法兰克16岁的时候 他休学了 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农场里 他很快地显示出 他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 他身体太虚 天气湿冷的时候 没办法在户外工作 但最主要的是 他心不在此 所以他决定去学一点 未来有机会学以致用的东西 他妈妈帮他付了夜校学费 学会计 法兰克会做完农场的工作 然后晚上去水镇 要跟上学校的进度真的很难 毕竟他只是个乡下穷人家的小伙子 当然是比不上他大多数的同学 这些同学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 但他的决心让他继续走下去 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是在水镇找到工作 在1873年 他爸爸终于允许他去做生意 事事伸手 法兰克有六个月的时间 可以站稳脚步 而且只有三个月的资金 因此 他除了全力以赴之外 别无选择 他们家有个朋友 收留他在店里做事 受训了一个月之后 沃沃斯参加了人生第一场面试 地点在奥斯贝瑞及摩尔生活百货 那里很时尚 可以在那里上班 对一个21岁的小伙子来说 就是很成功 他基本上没有经验 而且呢 他看起来就不像合适的人选 这家店是镇上数一数二的 员工打扮得得体 服务优良 法兰克甚至连套西装也没有 去面试的时候还没打领带 可预期的 奥斯贝瑞觉得他太嫩 又没技能 对着年轻人来说呢 幸好老板还有一位 可以表达意见的合伙人 威廉摩尔是给他机会的人 而法兰克要感谢自己的胆识 他几乎退无可退 所以他提出三个月不值心 他要求的只有时速 公司也同意 在适用期后付他周薪三块五 以前商店的样貌不同于现在 商品收藏在柜子里面 而且上面没有标价 因此大家需要询问 店员为客人说明 并在有要求的时候再把商品拿出来 通常他们也会改变原来的价钱 看问的人是谁 这也许是他难以跟客户沟通的部分原因 法兰克笨手笨脚 而且没安全感 他不断询问奇怪的问题 等到老板们受不了了 他们就把他送去仓处 他的新任务包括维持仓库清洁 拆封并检查备品 摩尔开始后悔雇佣他的这个决定 结果突然发现法兰克有秘技 他整理展示柜很有一套 他会用红色的布盖住桌子 以凸显货品 然后放上漂亮的小牌子 秀出价格 即便在当时 他就知道只要东西摆放得好 不需要电源 东西也可以卖得出去 他越来越有自信 并发展新技能 他多赚一点也就是合理的了 在这家公司既然不可能多赚 他就跳槽了 不幸的是 新老板对于零售业 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法兰克对于服务客户 实在是很不在行 而这在公司里又是最被重视的一环 在他们用着理由砍了他的薪水后 法兰克压力大到生病 但是生活永远有好的一面对吧 他的家人帮他找了一个护士 珍宁 两人陷入爱河 在珍宁帮他回复健康后 他们就结婚了 他也协助法兰克拿回之前的工作 在1877年 那家店发现自己有超乎预估的未销售商品 他们听说其他店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用固定的低价销售 法兰克采纳了这个想法并做出美丽的摆设 再搭配一个牌子 写着 此桌上每件五分 计策大成功 在那天打样前 商品就像变魔术一般的消失了 他有够喜欢这个想法的 他开始为这个不寻常的商业模式寻求资金来源 他的父亲没有足够的资金 而他的叔叔认为这是把钱丢海里 真正相信法兰克的人其实是摩尔 就是一度差点开除他的那个人 他给他价值300元的货物 并助他好运 第一家沃沃斯五分商店 就在1879年2月 纽约的优地卡开幕了 法兰克卖出的第一件商品是炉火产 成功地进行了几个星期后 客户群开始慢慢变少了 任何人在那个时候会放弃了 但法兰克不会 他意识到自己生意变不好的理由 不是销售策略而是地点 他第一家店是开在巷子里 为了要继续下去 他决定关门 然后到另一个地点重新开始 他的第二家店开在宾州的兰开斯特 时间是那一年的6月 在一天当中就售出了超过30%的货品 赚得近130元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 他陆续开了超过1000家沃沃斯商店 法兰克成了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出身 他在自己的前老板摩尔需要帮助的时候 帮了他大忙 除此之外 他一直与自己的弟弟一同打拼 而弟弟也从店经理一路做到公司的董事长 在沃沃斯之后 百元商店变成流行 与其说服顾客买东西 大家尽量让客人觉得自在 法兰克沃沃斯 确保每个人都能够用五分钱或一毛钱 买到品质优良的商品 他的货品也许便宜 但他的服务永远合宜 正如他对同事所指示的 定下规则 不要让顾客觉得无聊或是很烦 要让大家随意逛逛到开心 作为白手起家的人 法兰克总是努力超越自我 还不到60岁的时候 他决定要留下另一个精神象征 建造摩天大楼 百老会上的沃沃斯大楼 在1913年启用 大楼有60层 并在近20年间都是世上最高的大楼 这花费了他前所未闻的1350万 甚至到今天他依然是深具说服力的象征 只要你相信自己所做的 一切就有无限可能 那你呢 你知道其他启发人心的成功故事吗 请写在下面的留言区跟我说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请帮这篇影片按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但是 喂 还不要去瞎拼了 我没有超过2000段超酷影片 千万不要错过 你只要选择左边或是右边的影片 点一下 即可享受观看乐趣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